因为景德镇是属于一个包容的城市 他在最早的时候 他就有一句我们中国的名言 他叫气从四方走 降从八方来 所有的手艺好的工匠 他都聚集到景德镇来 就是景德镇是一个包容的城市 也是一个有底蕴 有传承的一个城市 大家好 我是丙丁柴妖的业主罗建斌 我们盖这个窑是后面通过朋友 帮助我们设计 建设这个柴妖的窑房 这个也是中国的 非常有名的一个设计师 他叫张磊 传统的柴妖 它是经过多次的演变而成的 在明代的时候 它有馒头窑 葫芦窑 到清中期的时候 它就经过多次的技术改革 形成了我们现在这个窑的独特形式 它的形状就像鸭蛋 所以我们叫蛋型窑 因为我们做的是传统手工 我们所做的是景德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项目 手工制词 那么所有的陶瓷 它都要经过手工的制作 它是有很多 从小 它一个人一生只从事一样工艺 比如说拉胚的 它就是做胚的 它一生之中 它都是靠这个来养活自己 立胚的 它就是专门立胚的 然后吹诱的 写款的 绘画的 包括烧摇的 它基本上 它景德镇的它的体系 分工明确 一键陶瓷的成型 它是几十个人的一个配合 景德镇陶瓷过手七十二道 具体工序很多 但是我就把它简洁一点 但是它已经 就是它由采矿开始 本来这些我认为都没必要介绍 所以我是把它简化 就是把泥到它 专门制作陶瓷泥料的 这种工厂去买 买适合自己的 买来之后 拉胚师傅 把它做好 它要通过时间去晾干 晾晾 晾晾 这要一个过程几天 然后再由立胚的师傅 它要在干湿度 合适的情况下 把它整个形状 我们所要求的形状 把它做出来 立出来 这是立胚 立完之后 又要放在太阳 或者是通风的地方 让它自然的 晒干或者晾干 然后再 当水 补水 补完水 当完水 要让它在那里 晾干 大概一两天 晾干之后 要当幼 当内幼 就是内部里面的 要把它幼要 先晕晕晕 让它内部全部沾满幼 然后写款 在底部写款 然后可以绘画 也可以上幼 等它的胚成型之后 晾干之后绘画完之后 上完幼之后 我们要装霞 要装进那个容器里面 等一下你可以去看看 就是那个霞膊 我们叫霞膊 装进下坡容器 让它固定 一个要让它比较水平 装好之后 满窑 大概十五天的时间 然后弃门 大概几个小时 那么烧制的过程 把门弃好 就可以点火了 从点火到烧窑 烧窑结束 大概在三十个小时左右 烧窑的师傅 这个窑里面 它有很多分工的 它并不是你所想象的 就一个人去烧窑 他烧窑里面可能有十几个人的一个配合 那十几个人作为 烧窑的师傅 它就叫靶庄 这个把装的师傅 他就是一个经理一样 他是一个聘请来的一个车间主任 或者是他管理着这些人 这些里面他从把装 有铁胚 有家表 然后推摇弄 一幅半二幅半三幅半 然后如果熄火了 那等待的就是让这个摇体逐步的冷却 自然冷却吧 让它自然冷却 那么开完摇 那么我们要选 要把这个好的东西选择出来 进行切割 刚才你看到的门口的那个就是切割 它已经烧制完成了 它就是一个切割的一个过程 然后切割完了要打磨 所以陶瓷它在外人的眼里 陶瓷只不过是一个机器做的东西 很多人是这样理解的 就是一个机器形成的 实际上在锦德镇 我们更注重的 我们老祖宗遗留下来的 就是这种全手工的 去把它完成 就可以处理解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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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